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易凱菜 來幫我們聽說別人跟我說 他是Google Search Engine 界的第一把交椅 然後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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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精神比較吃飽飯這樣可以精神很好吃 好那我們就把直接把時間交給易凱 謝謝 謝謝 OK 聽得到嗎 OK 那今天很多東西可以來到 Costco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今年稍早有去 美國參加這個 Hadoo Summit的一個sharing 那我可以先問一下 大家這邊有多少人 有聽過Hadoo的舉手 喔 這麼多 比我想像中的多 那有實際在用 不管是安裝或是說 拿來做一些application 或是說 開發的人大概有多少人 OK 大概一半 也比我想像中的多 那OK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易凱 那我現在在 任職在雅骨奇摩 那我主要是負責 雅骨搜索的這個產品 那我們這個 產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搜尋頁面 不管跟雅虎 Google 或是 Bing 大概都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主要產品是這個樣子 但是背後有很多 比如說處理Data 或是Data mining等等相關的東西 那 為什麼會跟這個Hadoo這麼有緣 這個大概要 我大概有五年左右的Hadoo經驗 我想在台灣 剛剛是 也有工作的這個機會 所以 大概在五六年前就開始接觸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最早 如果比較熟人知道 這個最早的東西 會跟 就是跟search有關的 需求 所開發出來的 framework 那最早這個 paper 是Google那邊 publish的 那後來就是有 有Hadoo這個open source的軟體 那我現在大概 大概在這個地方 因為工作關係 大概接觸這個東西 大概有五年 那包含 安裝 operation 然後application等等 大概都有碰觸到一些 那 那今天是藉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share一下說 這幾年 Hadoo這個東西 Hadoo這個 open source軟體的一些變化 那 Hadoo可以說是 大概是最近五年來 如果兩三年來 在這個雲端 運算這個領域裡面 最 最成功的open source的軟體 那它最早是 有一些比較大的公司 像yahoo啊 Facebook啊 一些公司 來contribute 那後來這個東西 完全變成open source以後 那也有蠻多公司都有加入的 那這幾年 用的很多 然後也有很多變化 那今天會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學一下說 最近幾年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一些版本 跟未來的 因為接下來會有一個 Hadoo2的大版本的upgrade 那趁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那先講一下 大概五年它這個東西 成長大概蠻驚人的 我們如果從same same就是每年 就像開文年會一樣 在美國它都會有一個 大型的same活動 那在08年的時候 它大概只有200個人 那在今年 兩個月前我參加的時候 這個場只有2000多個人 那我覺得這個最近幾年 最大的變化就是說 這東西從一個 純粹open source 跟只有某些 某幾大公司在用的 這個 framework 已經進展到 算是Enterprise ready的東西了 那有一些幾個 蠻有名的公司 像是 如果你們在Hadoo這個 有在接觸Hadoo的話 大概有聽過像 Claudra Hortonwork 跟MAPR這些公司 這些公司是大概都是 最近兩三年比較活 最近兩三年比較活躍的 主要這個東西已經 已經從原來只是說一些 比較領頭的公司 像Facebook、Yahoo等等 在用 已經 成熟到說 可以進入說 有更廣泛的人 都可以用這些東西 那 當然啊 因為你要用到Enterprise 它會有一些 有一些 地方需要improve 因為在像Yahoo或是 Facebook或是Google 我們公司是有專人幫我們在 尾運這些東西 我 早年我都有自己install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但是像公司大概三五年前 它已經有專門的team 幫你維護這個cluster 幫你operation 幫你升級 你只要輕鬆的用就好了 但是對一般外面的公司來講 大概 你一般 沒有辦法公司 它需要更好的整合 所以說這幾年有些公司 就陸續 提供這樣類似的服務 這是我在 稍早在Hadoo上面 拍到的 這個 贊助廠商 從贊助廠商 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東西 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除了這些 除了這些軟體公司 剛剛講的 專門在做Hadoo整個公司 像Cloudsar以外 還有不然Facebook 或是像VMware 還有一些專門在做 這個Cloud Computing的公司 他們都有贊助 廠子面人真的很多 你看這只是照片一角而已 對 包含我們公司 然後其他公司 大公司 包含像Microsoft 還有 VMware Intel 還有一些 AMRON 他們都在裡面 這廠子真的很多 人真的蠻多的 這是外面的部分 那 我今天大概稍微先介紹一下 Hadoo 現在的狀況 OK 前幾年我們在用 過去幾年用的東西 他現在 稱為這個 1.0 1.0 那這個東西大概花了 大概 三年 就是整個open source 還有一些主要的 contribute 花了三年大概在 把它變成 算是相當stable 或是 算是相當stable 跟reliable的版本 那他最主要提供 這個map reduce的功能 不管是在可高度 或是multi tendency 所謂multi tendency 你一個cluster 可能很多人在用 公司可能有 A這個單位 B的單位都在用 或是說 secure的部分 這些東西都做到 蠻常駐的improve 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那三年的時間 以後再加上 現在 有一些剛剛講的 那些公司 他們會提供這個 這個 full stack的HA 就是說 high ability 就是說 真正其他公司要用的時候 然後需要搭配一些 剛剛這些 這些整個公司 提供的solution 才可以完全達到 這個full 這個HA的功能 那這是他現在的狀況 那 說到這個就會有點confused 因為最早開始 我們在用的時候 它都是用0.幾版 ok 0.20 0.20 然後0.21 等等 那中間這塊 這個局勢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大概整個community 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在這方面improve 那 你可以看到improve的方向 包含剛剛講的安全性 或是說 multi tendency的需求 那這些東西 在事實上都是蠻重要的 以安全性為例來講 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 在某家大公司 它一定是共用 比如說Yahoo或Facebook 它自己用它自己的 那如果你要用別人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小的公司 或是你比較小的單位 你需要用別人的 別的公司提供的solution 那這個顯然是相當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 來講好了 我在Yahoo認識 對不對 公司有一個 很大Hado cluster 上面有公司 相關重要的資料 那我們都知道 像Yahoo這種公司 或是Facebook 或是Google 它最重要的營收來源 是跟 廣告有關 所以我在上面 是可以看到 上面其實是有 廣告顯示 跟點選的紀錄 ok 所以說在一個共用的環境下 如果沒有做好控管的話 我是可以知道公司 下一quarter 財報的內容 如果我願意的話 我是可以知道 所以其實 在全線控管上 或是說 在實際的 assets 全線上 一定是蠻重要的 不管今天是一家大公司 自己在run 或是說 你今天一家 SI的公司 要run一個東西 給很多人用 那這東西一定要確保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那個enterprise是不敢用 那很危險 我總是 我的資料可能會被別人看光光 所以說他們花了蠻多的 這個effort在上面 包含這個 尤其是secure 跟多重客戶的這個問題上面 那這個 因為這個 大家需求不太一樣 ok 所以這個community相當活躍 所以稍早 有一些 就是 東西因為這很好嘛 那大家需求也蠻多 所以說開出不同的branch 然後最後 終於大家有個 agreement說 今年稍早 他就是把 這個branch 就是0.20 很多人在用這個 版本 就是rename成1.0 比較不會confuse 那因為同時在開發上面 這些新功能的時候 你有很多 更新 sorry 在更新這些主要的功能的時候 你有很多更新的功能 也都同時在開發 所以最後他們就把它 把它稍微做一下 做一下分離 所以說上面這個版本 就是我剛剛講 現在1.0的狀態 他是可以算是stable 如果說你現在有這個需求 公司或是單位 要導入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 就是走上面這個1.0的這個版本 那我今天等會稍微會介紹一下 下面這個2.0 有哪些新的idea跟innovation ok 那2.0 這個 這個 framework 工程學員太成功了 所以 所以新的request太多了 ok 大家都有新的request 那 那 稍微recap一下 原來hadoo它提供最主要的兩個功能 就是map reduce 這個一個google 這個innovation的這個 多重處理 多重處理 平行處理的這個agrid 還有包含一個分散式的fire system 這是它最兩個主要的功能 那 那 2.0最主要focus在這個sculpity跟community的部分 就sculpity跟community 稍微 稍微說明一下 那它最主要的兩個innovation 分別是 next generation的map reduce 他們叫young 還有next generation的sdf 他們叫federation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innovation 主要方向都是sculpity跟progbo 等我會再稍微再說一下說明 這個是原來map reduce的架構圖 如果說你們有在用的話 大家很多人就formule有這個架構圖 就是你有一個job tracker 然後有一堆這個computing node 對不對 data node 裡面有些test tracker 那這個job tracker 中間這個藍色 它負責管整個cluster的resource 跟job的scheduling 然後test tracker大概就是管自己的node 跟管自己的task 那原來在這個狀態下它有一些limitation based on它原來最早的這個 發想 它是based onmap reduce 這個algorithm 所以說它在run的時候 這個resource 就是這個computing resource 其實會分到map跟reduce這個star裡面 那它是一個hard partition 這是它最大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它沒有比較不好support其他的programming model 就是在平行處理或是分散處理這個area裡面 還有其他programming model 但是你如果不能fit到這個map reduce的話 早年我在推廣這個東西的時候 常常有人就問我說我要用map reduce 好像不錯 然後討論一下發現我的問題 可能沒有辦法fit到這個model裡面 但是我覺得這個framework真的很好 提供很多好的地方我想用 可是不fit OK 所以出現了很多 算是intran solution 或是hacked solution 因為它想leverage這個 這整個framework 可是它的 它問題的本身 並沒有辦法被這個programming model 所support 這是它現在的問題 那根據過去幾年 Yahoo還有一些其他大公司 經過一些嘗試 它大概目前這個版本 就是現在這個stable版本 它可以scable到一個classer 大概就是四千台機器 就是它的上限 那同時可以run這個四萬個task 就是它的極限了 你再多家機器 會造成說衍生其他問題 或者side effect 或者說使用率效率不高等等 就是根據目前架構 它有這個限制的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問題是它現在的這個版本 說現在實際上 它是沒有辦法support說 Wired compatible 就是說OK 你這個程式跟這個server 就是cluster跟client程式 要同一個版本 所以說如果server升級了 升級小版 那我程式也要重新compiler 那這個是它目前的狀況 那還有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它這個single的job tracker 這個東西 管整個cluster的resource跟job 那它現在是個single point value 你可以我們現在有一些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 其他那些HA的公司 它會提供一些solution 但是都是on top of這個建立下來的 OK 那這是它的go 它希望大概可以scale到 6000到1萬台機器 同時可以跑這個 1萬個job 那這個車子擦這目前的go 那它的design 的出發點就是說 它把剛剛這個job tracker 把它拆成這個 兩個追逐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遵復了兩個主要的工作 一個是resource management 跟application的life cycle的management 就是說它原來這個人其實管兩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是管resource 第二個是管application在run 上面很多人在run 有很多人三密job 那這個東西它把它拆成兩半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把原來這個mapreduce的 這個concept跟這個framework library部分 變成到userland的library 簡單來說它把整個這個design 一向比較virtualized的方向前進 就是說把你的resource跟你的run的application分開 把mapreduce這個alibrary變成是userlibrary 那就是extend你原來的framework的capability 就是說原來只能 原來這個framework main design方mapreduce 有很多不錯的function 但它現在稍微把它改 改了重新redesign一下 把它拆成 偏向resource manager跟application的manager兩部分 然後把run的人 even把mapreduce它自己本身 會變成是userland的library 就是一般userapplication 那這個是 這個等於有個圖 這邊它有幾個主要的這個 這個architecture的主要的component 給看圖比較快 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但是其實有抽離蠻大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這個resource manager 那它現在把這個 sorry 原來這個job變成application application就是 就是你可以run比較廣泛一點的東西 那原來task 單位的這個computer unit 它把它變成叫container的concept 這邊都是比較偏向virtualize的話 的講法 就是把它變成application跟container 那它的role上面就包含說 有resource manager 還有pernode manager 還有application runtime manager 三大部分 就是說你這個resource manager 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原來jub tracker 它負責的部分 管這個resource部分把它抽開來 就是說管這個resource 就是剛剛那個jub tracker已經拆開來 所以說每個application run起來的時候 它都會application master 負責它這個life cycle 這裡面application要做什麼事情 等等 那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快速構思一下 大家就比較有idea 它跟之前的用法不太一樣 哪些地方 一樣第一步驟這個client還是會summit它的application 不是jub 它跟這個global的resource manager說 我要run一個application 那以前會直接就summit進去 那現在它就會說ok 它就找一個人來run 找一個container來run 左邊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container 紅色的中間這個 就是說會找一個container來run 你的application master 這個application master在 在2create好以後 它同樣會跟這個resource manager 報導就說ok 我現在是負責這個application的管理 我現在起來了 那我就3 4就是跟它註冊 跟它要求說我要怎樣的resource 我要怎樣的priority 我要run哪些東西 那resource manager喬好以後 到步驟5的時候 他告訴你有哪些container 你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application master 就要去跟那些nole說 ok 我授權 我拿授權 我給你check 我這些container 我可以用 ok 然後就開始在run 那在開始在run的時候 他就會跟這個client直接溝通 等到這個程式run完 完全run完以後 他要把這些container 還回去給那些nole manager 這個是他目前新的流程 那原本 原本我來講他 他把它 就像我剛剛講 他比較把它virtualize化一點 原來這個 Hadoo這個framework 是Design for MapReduce 他現在把它變成比較虛擬化一點 以後 是增加彈性 然後很多部分 也可以互相 本來部分 有bound那個部分 也把它排除掉 他overwork來講 他現在run這個 proformer 大家可以大概到 平均來講大概兩倍 那最主要就是 mapReduce的部分 原來很多 被identify 遺知的問題 或是遺知的blocker 可以被排除 那overwork來講 他looking for long term來講 他有蠻多方向可以improve 不然run time run time怎樣improve 或是支援其他的programmingmodel 比如說有很多人跟我說 他要run mpi 他要run這個grave 那這些東西 本來並不fit mapReduce的model 那現在 因為改成這個 比較virtualize的方向 所以你在run time的時候 你剛剛要到那些node 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就在fit 一定要跑mapReduce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很多人喜歡用的東西就是 很多人當初都來問這個 哈渡原因就是 因為他有提供這個 HDFS 就是這個 一個dispurified system 那這個東西 很多問題都需要用到 那他原來的架構 也是有兩個主要的layer 一個就是namespace 就是其實就是目錄 就是這個目錄 目錄的概念 第二個就是這個 block story 他把這個檔案切成block 然後放在下面 很多台機器上面 他有個namespace 專門管理這整個 整個namespace 那以前都是一個single name node namespace 一個single name node 然後可能有 好幾千台這個data node 儲存這個block 跟這個replica 那這個東西 用在這邊 以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就question說 這個single name node 是一個point of value 而且他也是一個none 以知的問題 那他現在 以知在現在 因為他把所有的那個namespace 都存在那個name node上 那他single name node 當然會有問題 他大概 可以存大概250 就是現在64G的這種機器來講 他大概 可以存250個million的file 他就不能再存更多了 OK 那因為他有一台機器 所以他的promos 有時候要限制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他是一台機器 所以 他沒有什麼isolation 或是multi tendency的概念 大家就混在一起 那就像我剛剛講 我可能可以 不小心偷看到別人的檔案 如果沒有全線控管 或者說我可能 我上傳了 幾個million的小檔案 可能會吃掉很多 namespace的記憶體等等 那另外問題也就是 namespace跟他的 block的manager 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其實他們也是不一樣的服務 然後應該把它拆開來 那這個是他新一代的 這個 的design叫Federation 那最重要的concept就是說 他現在有 multiple independent的namespace 跟namespace 當他在做這個 design的時候 他 namespace 就是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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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唯一的差別 就是他現在有 multiple namespace 那 重點在於 中間這邊多了一層 叫做這個blockpool 那這個namespace 加blockpool 他可以support一個name node 所以support一個name volume 那現在的block storage 變成比較general的這個service 所以說他現在變成說 你可以比較scale 因為一個 Federation的方式 你可以有好多 好多的namespace 然後可以分在不一樣的name node裡面 然後可以分在不一樣的name node裡面 那這樣子就不需要 跟以前一樣 全部東西都放在某台機器上面 那他現在的scale到大概 可以support到 大概6千台機器 大概有 100k的task 然後資料量就會多蠻多的 那這個blockpool的concept 就是下面這一層 因為他app出來開來以後 他不僅可以support說 OK 我有不一樣的namespace 也可以support一些不一樣的use case 因為不一樣的use case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需要調整的地方 你可以試一些新的fire system的實驗品 比如說一些